女孩第一次出台陪酒 便遇到了追过自己的太监 她真是尴尬极了 可更尴尬的是 太监遇到这种情况 静也会关心女孩到底有没有接过课 女孩急忙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她这才放下心来 接着便伸出了自己的大猪蹄子 想要触摸女孩的脸颊 女孩下意识地躲了过去 但架不住男人的软磨硬泡 只好松了口 而女孩之所以要来陪酒 其实全怪男人的自作主张 她本来只是欠了轻楼的钱 被其卖进了皇宫还债 但经过自身的努力 女孩已经身为了贵妃的贴身侍女 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可男人却以为女孩并不愿意待在公里 于是一得知皇宫要清退公里 便果断地将女孩画进了清退名单 甚至女孩还专门找到了男人 向其委婉地表达了忠心 直言自己愿意服从任何命令 不料男人根本没有理解女孩的心思 仍是忍痛将女孩放出了皇宫 而女孩回到了清楼之后 果然被老宝当成了商品 虽然没让其直接接客 但是也逼她在花魁的手下给人陪酒 于是每当有人出钱邀请花魁现影 女孩都会被当成赠礼一起送去 不过她也没有想到 会在陪酒的时候遇到男人 同时经过逐渐的交心 两人才发现自己都误解了对方 男人听后真是高兴坏了 当即迫不及待地赶往了清楼 给老宝送上了无数的金银珠宝 给女孩送上了珍贵的药材 瞬间让两人都开心地手舞足蹈 而男人也趁时提出了熟身的要求 再次将女孩带回了皇宫